唐玄宗虽然年果花奖,但是自从重姓杨贵妃之后,又重新焕发了神机。 有着文艺天分的唐玄宗,从此更加追求浪漫风流的宫廷生活,在求财方面也更加偏好文字。 天保元年,在唐玄宗颁布领道求贤照之后,大诗人李白愁愁满志地走进了唐玄宗的生活。 和唐玄宗杨贵妃一起演一礼断千古帝王绝代佳人和旷世才子的浪漫佳话。 然而这段佳话虽然以喜剧开场,但并没有以喜剧告终。 那么这段佳话的来龄去败究竟是怎么回事? 中央民族大学蒙曼副教授为您讲述《长恨遏止,务华天保》第四集,文士风流。 唐玄宗天保元年,因为改元,玄宗就颁下了一道求贤照。 这个诏书是这样写的, 前资官及白身人有儒学伯通,文词秀义及君谋武艺者,所在聚以名见。 什么意思呢? 任何人只要你通儒学,或者有文才,或者是会武艺的话,都让地方来推荐。 这个诏书看起来是平平常常,有点像老生常谈,但是就是这篇诏书啊,引来了一个独步古今的大事人。 这个大事人和唐玄宗以及杨贵妃一起,谱写了一篇千古帝王,绝代佳人和旷世才子的浪漫佳话。 那么唐玄宗求贤照招来的这个大事人是谁呢? 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诗仙李太白。 那李白是何许人呢? 李白这个人用两个字概括的话,那就是个奇人。 怎么奇呢? 李白至少有三个奇。 第一,申氏奇。 李白是什么出身呢? 他自称出身于龙溪李氏。 那就是跟李唐皇室是同一个出身。 可是呢,他的真实出生地啊,按照现在学者的考证,却在中亚的岁叶城。 岁叶在哪呢? 岁叶是今天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 那可能有朋友就说了,啊,那半天李白是个华侨啊。 这话呢,就是误会了。 虽然说岁叶今天已经不属于中国的领土了,但是在唐朝,他属于安息都护府的管辖之下,还是大唐的人。 但是无论如何,这岁叶城离大唐的核心区也是够远的了。 他出生地那么遥远,李白又拿不出一个像样的家谱来。 所以实际上唐朝啊,李唐皇室一直没有承认他那门亲戚。 那你看,绅士这么不明朗啊,又出生在遥远的边陲,居然最后能够成为标秉中国文学史的大事人。 这样的绅士应该说是很传奇的。 他的第二旗呢,是长相旗。 李白长什么样啊? 好多朋友一下子想起他自己那个说法了,长不满七尺,身材不高,好像有点其貌不扬。 但是这只是一种说法,李白自己还有一种说法呢。 他说自己啊,是天为荣,道为貌。 长得又像天,又像天道。 这是什么长相啊? 我们还是不明白,其实换成现在比较通俗的说法,这就是长得先锋道骨的意思。 那当然碰上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他的自评价不能算数了。 我们再看一看别人对李牌是这么评价的。 李白有一个著名的粉丝叫魏昊。 魏昊呢,也曾经描述过李白的长相。 他说李白啊,是谋字迥然,痴如恶虎。 什么意思呢? 就是目光如电,张开嘴就跟老虎似的。 那大家看把这三个特征凑在一起,个子不高,还有先锋道骨,还有金光四射。 这个长相也是很神奇的。 这是第二期。 那么第三期呢,是才华期。 这个我们都能承认。 只要是中国人读过点书的,谁不知道诗仙李白啊? 谁不知道床前明月光,一世地上霜啊? 谁不知道飞流直下三千尺,一世银河,落九天啊? 这都是我们儿童时代就耳熟能详的明天。 那我们也知道杜甫,他号称诗圣,已经很神奇了。 但是对李白呢,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说李白写诗是什么境界啊? 笔落惊风雨,诗成气鬼神。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境界。 正因为李白的才华太高明了,太神奇了。 所以呢,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就给他编出了好多传说故事。 比方说,有一个故事就讲,啊,李白他妈要生他的时候啊,忽然梦到啊,太白金星,长庚星,铺入了自己的怀中。 然后这小孩生下来了,就起名李白,自太白。 那不是说李白是太白金星转世吗? 这说法,两堂书都有记载。 这是第三起。 中国古代的本人都有学而优责士的心意。 才华出众的李白更惯之外,他也想把自己的文学成就转化为政治资本,实现辅佐帝王安定天下的政治理想。 李白不会是奇才,他做官也不走去一场路。 那么李白究竟是如何登上杭朝政治舞台的呢? 李白一直觉得自己就是王左之才啊,只要给他机会,他也能够成为管仲月异,江太公那样的人物。 那有这样的政治才干,当然想要得到施展了。 怎么施展呢? 让李白像一个一般的竹书人那样去考科举,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往上爬,他这样的奇人可没有那种耐心。 李白一心想的就是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可是怎么样才能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呢? 他就希望能有人推荐他,一下子就让他走上领导岗内。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李白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四处奔走,四处求人。 可是也不知道他是过于心高气傲了,还是他求的那些人都是肉眼繁胎,看不出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 反正呢,是奔走了很多年,都没有任何结果。 直到四十岁了,李白虽然说名气越来越大,但是就身份而言,还是一介不一。 可以说是书见两蹉跎,但是啊,就是在天保元年,唐玄宗这封求贤诏义颁布,李白的人生终于出现重大转机了。 在几个知己的推荐之下,唐玄宗表态了,要在金蓝殿里亲自接见李白。 李白一听这个消息,他可太激动了。 激动到什么程度? 他马上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非常出名,叫做,养天大笑,出门去,我被启示,腾薅人。 他觉得呀,自己一飞冲天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那么李白对这次接见抱有最热烈的想象,唐玄宗他重视不重视这次接见呢? 唐玄宗也是非常重视的。 这个呀,李白的族书李扬兵在这个李汉林草堂集序里写得清清楚楚。 他说唐玄宗啊,见到李白之后呢,是, 将免不赢,如箭起号,一七宝床四十,玉手调羹,一饭之。 什么意思呢? 唐玄宗一看李白来了,马上从自己坐的这个轿子上走下来了,往前走了好几步,就好像见到一个高人大德一样。 然后呢,就赶紧啊,让李白在镶嵌着各种珠宝的座具上落座。 落座了之后还不够,唐玄宗呢,还让人拿出饭来请李白吃。 注意这个饭可不是一般的饭,那是唐玄宗亲手调过味道的。 这一连串动作可以看出来,唐玄宗对李白真的很重视,不仅在动作上表现重视,在语言上也很重视。 他等李白落座之后呢,就对他讲, 轻视不一,名为镇之,非素序道义,何以极此。 说你是一个老百姓,你没有做官,但是我都知道你的大名,可见你一定是一个道德非常高尚,才华也非常的高明的人,否则我怎么可能知道你呢? 对李白的才华呀,做了充分的认可。 而且接见完了之后呢,唐玄宗马上降旨,让李白到汉林院去了。 后世称李白为李汉林,就是从这来的。 那这一年呢,李白刚刚四十二岁,正是建功立业的最好年华呀。 那么李白辅佐帝王,安定天下的政治理想,能否就此实现呢? 我们要想知道,李白的政治理想是不是实现了,那我们就得先看一看,他在汉林院都做了哪些工作。 李白在汉林院所做的事情有两件特别出名,第一件是所谓醉草下蛮书。 在喝醉的状态下,起草了一封吓唬少数民族的诏书。 这个事情呢,因为记载在小说集《警示通言》里头,所以流传特别广,好多朋友都知道,是这么讲的。 说李白刚进入汉林院的时候啊,正好呢,东北有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叫做渤海国啊,派一个使者来给唐朝下挑战书了。 可是呢,这个挑战书不是用汉字写的,它是用少数民族文字写的。 拿到朝廷来一看,朝廷里那些大人、大臣全都不认得。 这要怎么办呢? 人家下了战书,你都不知道人家说什么,很着急。 这时候就有人讲啊,李太白这个人无所不知,无所不得,请他来看看吧。 唐宣宗把李白给请来了,李白一看呢,马上就朗胜把这个战书给读出来。 唐宣宗一看,哎呀,你认识啊,这太好了。 李白说我不仅认识,这个事情就我看来呢,朝廷根本不用派兵去回应,只要我给他写一封答书就可以了。 我这达书一写好,包管把他们镇住,绝不敢再兴兵。 唐宣宗一听更震撼了,说既然你有这么大本事,你赶紧写吧。 这时候呢,李白可就拿一把了。 他说啊,我这个人写东西得进入状态才能写。 怎么才能进入状态呢? 我得喝酒,我得喝高兴了,这个状态才能有,灵感也才能有。 唐宣宗这个时候一切都医着他呀,赶紧让人伺候他喝酒吧。 喝得晕晕乎乎的时候,李白大笔一挥,一下子写出了一封大书。 当然,还是用少数民族文字写的,然后对着渤海国来的这个使者,那么一面,果然把这个使者吓得魂飞魄散。 赶紧跑回本国政权去了,跟国金讲,这个仗咱们没法打了。 这就是所谓的李太白醉草退买书。 李白凭借自己的豪气和文采,不费一丁一骨,很好地解决了唐宣宗的外交难题。 这理应成为李白登上政坛后最值得大书特殊的一页。 然而萌茂教授却认为,李白的最草下篇书并不可惜。 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 虽然此故事流传甚广,但是我认为它是假的。 为什么呢?几个疑点。 第一个疑点,这个事情如果存在的话,应该是外交史上的一个大事。 那在唐朝的官方文献,在正史之中,应该有所反映,至少留下蛛丝马迹。 可是我们现在翻遍了唐朝的所有史书,包括正史,也包括笔记小说,根本没有看见哪怕是对这件事记载的知言片语。 唯一跟这事有点关系的,是一个叫范传正的文人给李白写的墓碑。 在墓碑的序言里头,范传正提到这么一句话,说李白见到唐玄宗之后,就论当事物,草达藩书,便如玄河,笔不挺痛。 那有人说对啊,这草达藩书不就是这封下蛮书吗? 那这不就对上了吗? 问题是我们要看一看,范传正这句话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之下说的。 范传正,他说这句话,论当事物,草达藩书是什么意思的? 他是指唐玄宗刚刚接见李白的时候,李白为了表现自己有很大的能量,所以就不停的表现。 一会儿议论朝政,一会儿呢,又在这儿起草诏书,想要跟皇帝证明,我是什么都可以干的。 果然他这么一通表现之后,唐玄宗对他非常满意。 是在这样的一种语境下说的。 换句话说,这个草达藩书在这里,它是虚指,而不是实质。 但是,他不能够作为李白真的起草了一封对少数民族的文书的证据。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李白这个人呢,汉语文掌握的确实好,大诗人嘛,大文好,肯定写一个汉文的文书不成问题。 可是我们要知道,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李白还会写少数民族文字。 更重要的是,这里头,李白跟打交道的那个渤海国,在唐朝以汉化非常深著称。 那么要是有中学同学的话,会在课本里发现,有一张专门讲渤海国的汉化,举的例子就是车输本一家。 换句话说,渤海国官方使用的就是汉文字。 他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那又怎么会有所谓李太白去写蛮书的道理呢? 通过蒙曼副教授的分析可以看出,李太白最草下盲书并不客气。 李白在戴照汉林期间,真正留下了华彩一笔的,还是他的三首诗诺。 正是这些诗文,把唐玄宗、杨贵妃和李太白联系在里面前,谷写了大唐宫廷的浪漫乐章。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李白在汉林院,做了一件知名度极高的事,就是给杨玉环写了三首赞美诗。 这个事情,在唐朝的一个笔记小说,叫做《松疮录》里头,有非常详细的记载。 咱们都知道唐朝人喜欢牡丹,这风气其实是唐玄宗带起来的。 唐玄宗当时搞到了四种牡丹花,一种是紫的,一种是红的, 一种是粉红的,一种是纯白的,把它种在这个后花园里了。 有一天,牡丹盛开,唐玄宗就带着杨贵妃一块去赏花去了。 那他们赏花很开心,马上那些艺人们,也就是黎原弟子们,就来住兴来了。 黎原弟子之中呢,有一个领头人,领班,叫做李归年,是大音乐家,大歌唱家。 他就捧着一个歌本来召唐玄宗来了,说陛下请您点一支曲子,我们唱给您听。 然后呢,唐玄宗就说了一句特别著名的话,他说呀,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约词为。 我这赏着名花对着妃子,怎么能唱那些老歌呢? 给我写一篇新歌词来吧。 那李归年可为难了,这谁能够现场写这么一个新歌词? 有人讲了,李白能啊,他是大诗人的。 唐玄宗赶紧命令这个李归年拿着这个金花签到这个汉林院里,去请李白填词。 李白又是大笔一挥,马上三首清平调就写好。 这三首诗是怎么写的呀? 当时是三首歌词,我们给大家念一念。 第一首,云响衣裳,花响容,春风俯瞰,鹿滑浓,若飞群欲,山头剑,会向瑶池,月下风。 什么意思呢? 这是赞美杨玉环长得漂亮。 说我看见云彩,就想起了你的衣裳。 看见花朵,就想起了你的容貌。 在春风吹拂之下,您像一朵花一样,盛开了,绽放了。 如果我不是在云母娘娘的这个群裕山头见过您的话,我肯定是在瑶池那儿见过您。 因为你长得就像仙女一样漂亮。 这是第一首。 第二首,一只红雁露鸣香,云语乌山,网断肠。 见汉宫谁得寺,可怜飞燕,以心装。 什么意思呢? 说贵妃像一只红雁的鲜花一样,吐露芳华,和她相比,跟楚湘王乌山云语的那个仙女算得了什么呀? 那么在历史上,有没有谁可以和贵妃比美呢? 恐怕只有汉朝的赵飞燕盛装之后,才可以比方一二吧。 还是讲杨贵妃漂亮。 那么第三首呢,是明花清国两相欢,常德君王戴孝汉,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挺北,以栏杆。 这又是什么意思呀? 明花和花一样的美人,在君王面前出现了,引起君王微笑的观看,希望君王能够长长久久的看着这样的美景吧。 如果说人世间还有什么景象,让人一看之下,万恨全消的话,那就是我们在沉香评判看到的这一幕吧。 这是这样的三首诗,这三首诗,大家觉得写得好不好? 这三首诗写得太漂亮了。 按照松窗路的说法呀,是杨贵妃和唐玄宗当即就被震撼了。 怎么表现出来的呢? 说太真妃持玻璃七宝展,灼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歌,意甚厚。 杨玉皇听了这三首新词之后,马上在这个玻璃七宝展之中,针上了从西凉国进贡来的葡萄酒,然后一吟而尽,开始领唱这三首歌。 亲自来唱,那唐玄宗又是怎么表现的呀? 上条一御笛以异曲,每曲遍将换,则持其声以魅之,上自是故李汉林,游异于朱雪氏。 杨玉皇不是在那唱歌吗? 唐玄宗吹笛子给他伴奏,而且每吹到异曲将要结束的时候,就故意放慢了节奏, 让这个曲子显得格外的优美,格外的妩媚。 而且呢,唐玄宗从此看待李白,就和看待别人不一样了,换句话说,就高看李白一眼了。 除了哲仙人李太白,谁还能有这样的手臂啊? 旷世才子,绝代佳人和千古明君之间的风流雅极,就在这三首诗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得到了艺术的生化了。 这也是李太白进入汉林院之后最为华彩的一笔了。 按照常理,李白凭借三首《清平调》得到唐玄宗和杨贵妃的青睐之后,他在唐朝政坛一定会不顾高升。 然而就在李白写《清平调》之后没几个月,他就坚决提出辞职。 有人认为,李白辞职的原因是,唐玄宗的宠臣高丽是因为李白曾经让他脱靴子,羞辱了他,所以排挤李白。 也有人认为,杨贵妃因为李白写了《可怜飞燕,以心装》,把他比喻成赵飞燕而怨恨他,所以给李白穿了小鞋。 那么,李白离开唐朝政坛的真相果真如所。 我们先来看,说高丽是因为李白让他脱靴子而侮辱他这件事儿,是不是真的? 这件事儿的最早记载啊,是在唐朝的笔记小说《有阳杂族》里头,原文是这样说的。 李白鸣波海内,玄宗于遍殿昭剑,神气高朗,轩轩若狭举,尚不绝望万圣子之尊, 因命那里,白翠斩足与高丽是,约去削,丽是失事,拒没脱脂。 什么意思呢? 说李白明众海内,所以唐玄宗召见他了。 一看见他那个先锋道骨的模样,唐玄宗都不由得忘记自己尊贵的身份了,赶紧让他坐下。 可是我们也知道,唐朝人坐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椅子上,唐朝人是席地而坐的,席地而坐的话,穿着鞋,穿着靴子就不方便了。 所以这时候呢,李白就抬起着脚啊,对高丽氏讲,把鞋给我脱掉。 高丽氏一看李白神气,这样的昂扬,也都吓坏了,乖乖的就把李白的鞋给脱下去了。 那如果这事是真的,要是我们是高丽氏的话,肯定也觉得很难堪啊,以后有机会整一整他,也不是不合理的呀。 问题是这事是不是真的呀? 有没有李白让高丽氏脱削这件事呢? 这件事虽然说戏曲也好,小说也好,给我们渲染的,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 但是啊,它不是一个真事,它是假的。 为什么假的呢? 也是有几个理由的。 第一个理由,我们都知道李白嘛,他是一个高字标榜的人,最喜欢宣传自己傲暗。 如果说他真的有这样蔑视权贵的举动的话,他一定会在诗文之中表达出来。 可是,让高丽氏脱削这件事,我们就翻遍了李白的所有诗文作品,就没有看到任何一点蛛丝马迹。 那么这个事情有没有,本身就值得怀疑了。 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高丽氏是何学人? 高丽氏当时可不是个一般的宦官呢,他是左肩门卫大将军,正三品官,而且是唐玄宗的心腹。 唐玄宗曾经对他说过一句很温暖的话,叫做立氏当职,吴寝奈安。 高丽氏值班啊,我睡觉就睡踏实了,唐玄宗对高丽氏是非常倚重的。 如果说李白敢于这样侮辱高丽氏的话,不要说高丽氏不能接受,唐玄宗第一个就不能接受。 怎么还会对李白照样那么好呢?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们要看一看高丽氏在唐玄宗时代,他的形象是怎么样的。 唐玄宗时代没有人恨高丽氏。 大家都觉得高丽氏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又有政治头脑,有政治影响力。 为人又谦虚谨慎,又非常的低调,所以当时人对高丽氏充满了正面的评价。 李白是一个傲暗的人,但是李白不是一个荒唐的人,他有什么必要去侮辱这样一个在大家心目中还很正面的政治人物呢? 所以说呀,李白让高丽氏给他脱靴子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不存在的。 既然李白没有侮辱过高丽氏,那当然就谈不上高丽氏去诽谤李白,不让他当官了。 这是我们说高丽氏这个问题,不存在。 那我们再看看,杨贵妃是不是有可能因为李白写可怜飞燕以新装,把他比成赵飞燕而恨他呀? 那就更加不可能了。 赵飞燕是何许人的? 赵飞燕是汉成帝的皇后,她是因为美貌和擅长歌舞被选中,然后慢慢做到皇后了。 拿他来比杨玉环,并无任何不妥之处啊,相反杨玉环还有点高攀了呢,拿一个皇后比他一个妃子,难道对不起他吗? 另外我们也要知道,唐朝人一说起赵飞燕,那是什么形象啊? 那就是一个大美人的形象,不像宋朝以后的人一说起赵飞燕,先想到红颜祸水这个词。 当事人对赵飞燕的形象也很认可,所以杨贵妃听李白这样比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因此就生气,还要诽谤李白,不让唐玄宗给李白升官? 那既然高丽氏也没进禅言,杨贵妃也没进禅言,李白为什么还会辞职? 我觉得呀,李白辞职的真正原因,是他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可能有人要讲了,不是进汉林院了吗? 为什么没有办法实现政治理想呢? 那我们就要看一看唐玄宗时代,这汉林院是干什么的? 唐玄宗时代啊,汉林院是一个人才和杂流并处的这么一个地方。 所谓人才指什么? 所谓人才指汉林学士,他们是专门负责给皇帝起草诏书的,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 那所谓杂流指什么呢? 杂流啊,有一个共有的称号叫做汉林代赵。 这汉林代赵身份就可以,可就复杂了。 有会写诗的叫诗代赵,会画画的叫画代赵,会下棋的叫棋代赵,会算命的叫方树代赵。 那李白,他属于什么? 李白就是属于汉林代赵里的诗代赵啊,而诗代赵也好,还是别的代赵也好,他们真实的身份就是滇子弄成,陪皇帝玩的。 啊,虽然皇帝是欣赏李白,但是是把他当作一个文学侍从,把他当作一个诗人来欣赏的,而不是把他当成一个大臣,当作一个政治家来欣赏的。 可是我们要知道,李白他是抱着寄苍生安离元的这种崇高理想,来到汉林院的。 他怎么能够长期接受这种天子弄尘的生活呢? 没有办法实现理想,所以李白索性辞职。 唐玄宗既是政坛高手,又是文坛行家,文人的素质使他和李白一拍起火,相见凤亡。 那么,当李白毅然辞职,使得唐玄宗、杨贵妃与李白一起演绎的那段《千古帝王》、绝代佳人和旷世诗人的浪漫佳话,变成一场悲剧的时候,唐玄宗究竟是怎样一个态度呢? 那李白辞职了唐玄宗什么态度? 唐玄宗很快就批准了。 可能有人要说了,为什么唐玄宗不满留一下呢? 首先还是因为李白这个汉林代赵的身份。 他不过就是一个文学侍从而已,有他在旁边固然疯雅,但是没他在旁边皇帝也不孙是什么呀? 他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大臣,没有李汉林还有张汉林王汉林。 第一点,他不重要。 第二点,李白的这个性格吧,也不适合在皇帝身边工作。 为什么呢? 李白太好喝酒了,他自己交代的很清楚,他是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 每天都烂醉如泥。 到了长安之后,新交了几个酒友,喝酒就更没有节制了。 他都跟谁喝呀? 后来的诗人杜甫给他们总结了一下,说长安城里当时有尹中八仙。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贺之章,李白,还有像写书法的那个草圣张旭,这都属于尹中八仙里的人物。 这八仙各有各的特点,李白是什么特点呢? 都府说的好啊,李白一抖诗百篇,长安世上九家年,天子忽来不上传,自称臣氏酒中起。 李白呢,得喝了酒才能写诗,所以整天在小酒馆里晕晕乎乎的,喝完了写诗,写完了再喝。 那如果说皇帝召见,他怎么办呢? 他死赖着不走,他说呀,臣子我是酒中的神仙,我不受你世俗的皇帝灌酒。 事实上,李白啊,被皇帝召见没有几次是不醉的,就像我们刚才说他写清平调那次,李规年去请他了,他当时也是喝晕了,李规年着急啊,赶紧拿凉水泼他的脸。 三番五次把他泼醒之后,才写成了那三首清平调。 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次两次,叫浪漫,发生三次四次,乃至于N次呢? 那人家皇帝没法用你了,这是一回事,喝酒容易误事。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人喝了酒容易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什么该说不该说的都往外说。 可是在皇帝身边工作呀,保密原则最重要。 可是像李白这样经常喝高了的人,你指望他保什么蜜呀? 他只要知道的都敢往外说呀。 这长久留在身边多危险啊。 所以呢,他一提出辞诚啊,唐玄宗马上就顺水推舟答应。 不过唐玄宗让李白辞职,倒也不是直接了当让他卷扑盖卷走人,而是赐金换山。 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还去过那种云游四方的神仙生活。 从这一点来看呢,唐玄宗做的也算是潇洒大方。 那在这次辞职事件之中,诗人辞职,那是辞出了风骨,天子赐金,那是赐出了温情。 对于两个人而言,这都是最体面的受场了。 而这一时刻呢,距离李白进入汉林院,还不到三年的时间。 那我们讲完了李白进出汉林院这个过程,我们应该怎么样评价他和唐玄宗之间这场风流佳话呢? 我想啊,首先怎么应该承认,唐玄宗此刻确确实实是秋彩的? 唐玄宗本身是艺术全才,他的爱妃啊,杨贵妃,那是音乐歌舞专家。 这对抗力啊,对于文化艺术人才,确实是有赏识之心,也是有知欲之恩。 正因为如此,在天保年间的长安,那真是人才会脆啊。 不仅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诗仙李白,还有诗圣杜甫,诗狂贺之章,诗佛王为,华圣吴道子,草圣张旭,还有音乐家李归年,舞蹈家公孙大娘,等等等等。 这些人就像星辰一样,照亮了大唐的文化天空啊。 可是我们也要知道,唐玄宗是把他们作为文艺人才,而不是政治人才来上市。 他是希望他们能在自己周边活动,但是他并不希望他们会成长为张岳,张九龄那样文人型的政治家。 皇帝的期许改变,这对于以李白为代表的这些有政治抱负的文人而言,当然是一个悲剧。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到,以李白为代表的这些文人,虽然说他们有理想,有抱负,但是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政治家的素质,也并没有真正政治家的历练。 他们是并不可能真的担负什么政治责任的呀。 一代文人都朝文艺方面去转型,这对于李堂的政治而言,也是一场悲剧。 那这样一来啊,天宝年间,诗人皇帝和妃子之间演绎的就只能是宫廷家话,是文坛家话,但是再也不可能是政坛家话。 那么这个时候的政坛到底由谁来把持呢? 请看下期